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是这周的第一天 我刚刚就是没有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一你知道吗 因为星期一没有磕就感觉还在过周末一样 吃早饭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今天好像是周一 我应该把相机拿起来录我的vlog了 然后我就赶忙把相机拿过来 最终呢我要开始复习一个考试的东西了 所以可能就是会进入一个比较 怎么说比较繁忙的学习状态吧 第一个不是很喜欢去图书馆的人 我觉得从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我就没有很喜欢去图书馆 我记得国内上大学大家都喜欢去自习师图书馆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个人在那个宿舍里面 就我的室友他们都去图书馆都去自习室了 我就一个人在宿舍 宿舍我的感觉其实跟图书馆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也就是真的要学习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被那些什么东西打扰啊什么的 所以我还挺觉得在自己的房间里复习 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 我在看我这位朋友的weekly vlog 大家可以去关注他 我会把他的youtube channel放在下面 现在要开始学习了 study time 你们有没有没种每次学习之前都会磨磨蹭蹭磨磨蹭蹭 然后呢一旦开始学习 就是那种一鼓作气学到底的那种 我就是那种人 就我可能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会磨蹭很久 然后就不想动不想学习 但是我一开始了之后 我就会一鼓作气 把我今天想学的都把他学了 invested了 一批订了 这个学习的体制型 哈喽大家又到了我的健身时间啦 不然呢如果说不想要去健身房健身的话 我会跟着一些我喜欢的YouTuber 然后我跟着他们的一些健身的一些视频健身 然后我最近呢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周六爷Zoe 有出很多健身的视频嘛 我最近都是跟着她练 然后我很喜欢做的一个是 这个有一个我看看 有一个这个十分钟超燃脂的这个 我就做下来还挺舒服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些马甲线什么的 就是瘦腰啊或马甲线呢 我觉得也还是挺推荐的 反正呢我自己是挺喜欢这个YouTuber的 我觉得他做的一些运动都是那种比较好上手 而且就不会让你感觉很有负担 就每天做的话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累 因为如果特别累的话 其实你也坚持不下来嘛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着他做 如果你们也是想在家里做运动的话 我很推荐去看一看他的channel 我们就一起开始健身吧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me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m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e gonna say I can see time right now I'm going alone tonight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me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me But I'm thinking about the way you 我做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特别漂亮的天空 好美啊 是粉红色的呢 我最近呢有一点长臂口 然后天气又很干燥 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用这两个水 我觉得这两个水对于长臂口 还有也是那种皮肤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 都很有效 如果你们在长臂口的话 首先我要推荐这个紫苏水 今晚上我把我自己之前剩的那个冒菜 然后加了一点午餐肉 还有白菜什么的 然后吃就浆酒这么吃了吧 新的韩剧好像是叫kingdon吧 就个僵尸片 你怎么睡得这么香 这位小朋友你怎么睡得这么香 哎呦喂 哎呦喂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钟了 我又要准备开始学习了 刚才吃了饭 然后上了一会儿网 完了一会儿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学了 哈喽大家我要准备睡觉了 哈喽大家我要准备睡觉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今天是星期二啦 今天呢晚上就是有一节课 然后下午呢我会继续复习我的考试什么的 那我不是在看那个僵尸片kingdon吗 我看了大概有个两集 我感觉其实它的题材算蛮吸引的 就是把韩国那种古代的皇室和僵尸片 就是结合 其实我明白那个bug的点在那里 就是那个僵尸早上白天是不活动的 晚上是才出来嘛 就是晚上他们才会复活 然后那些人白天呢 因为他们又不能烧那个尸体 因为古代的人来说 他们有一些信仰就是不能把那个尸体给烧了 所以就不会烧尸体 然后所以他们那些僵尸晚上就会复活 那感觉就是现代人看了就很bug 这不是你吃的啊 你自己去吃你自己的饭 刚刚收到一个other stories的包裹 我现在来插一下 他们这一次真的记了好久好久啊 估计是因为我也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嘛 他们打折的真的很疯狂 最近就差不多最高有个三折吧 然后反正三四折左右 然后就很疯狂 然后各种delay 就是我的那个东西都被delay了 然后这次大概就过了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才收到 看看这次买的有没有踩雷的 这是第一件 就是一个薄毛衣吧 然后它的破影就在于这个袖子上是一个绿色 我特意换了个裤子 这样看起来没有那么奇怪 不然我穿着睡裤都看不出来效果 它这个绿色还挺好看的 开了春穿应该也挺好看的 这是第二件 第二件这一件是一件全cashmere 就是山羊绒的 就是这样一个焦糖色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它的领子呢 是这样有一点就是高领的 但它不是那种很厚的高领 就比较薄的高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不然就是很薄的这样 柱子稍微有一点长 然后把它挽了一下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 对焦对焦 版型这两件毛衣都还挺像的吧 这个焦糖色真的挺好看的 最后一件呢 是一件这样的外套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绒的 然后外面是那个灯芯绒的材质 这件外套好像超级划算 哎呀你别搞了 然后我买的这个size呢 是要比我平时的size大一个两三码的 一个是它好像没有特别小的码了 第二就是我本来想穿一点那种 oversize的感觉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衣服呢 我把它放下来 就平时穿的时候 稍微不要把它过得特别紧 然后就稍微这样敞开一点穿 可能会好看一些 就有一点那种 今年很流行那种牛仔衬衫 牛仔那一套也是这样 有点夸夸的穿着 又到了学习时间了 拆完包裹心情很好的开始学习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就是像我这样写上日期 还有时间 还有你今天要学什么内容的 这样一个习惯 这种的话就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而且能看到你每天的进度 不至于学起来 就感觉一直在学一直在学 这样会很很有条理 很清楚的知道你每天在学什么 而且你等你学完之后 你想总结一下你学习的内容 你也知道你每个部分学了多久 让哪个部分是学了最久的呀之类的 就算你自己的一次经验吧 所以我觉得这张记录还蛮好用的 我准备化个妆 然后去上课了 现在已经是看看 五点四十多 我是七眼中的壳 但是今天要提前去打印一点东西 所以我过一会就出门了 先简单的化个妆吧 我家猫在地上到处乱藏 我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家养猫 会不会像我的猫这样 就是它太有活力了 就是别人的猫 你们听这个声音 你看它就喜欢这么玩 哎呀 你在干什么 你看它就像这样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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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回家了 然后现在已经在我的书桌前面了 因为我要准备开始学习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 我准备差不多学到十二点钟吧 因为明天早上呢 我打算早一点起来 再复习一下明天的 quiz 过来 好了 我不能再玩了 See you later Bye bye 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今天上网课我要去做个支架 然后跟我朋友吃饭什么的 然后晚上再回来学习吧 到什么跟你做比较大酸的一点 对你的感觉强热 却又不太了解 直凭直觉 你想我在杯子里的束缚 却又想不住吗 不住 你像出了顺散 我今天外面体感大概是零下十四五度吧 我里面穿了 你们别看我只穿了一件这个毛衣 我里面还有一件 cashmere 然后因为我今天身上穿了两件 然后再加这一件后外套 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冷了 OK 那我就去上课了 我今天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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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我回家了 搭车的时候整个那个雪就铺在我的脸上 然后眼睛都睁不开 外面现在又是暴风雪 新做的指甲好看吗 就是蛮气质款的那一种吧 我今天晚上还是继续学习 其实昨天我有一丢丢的小任务没有完成 就是我给自己制定的一个计划吧 就是学习的一个计划 由于那么一点点的没有完成 所以今天我得把它补上 然后再把今天的完成 因为今天我上了课之后都在外面嘛 然后想说我回了家之后 现在差不多七点多 我大概八点多就开始学习 I cannot let you go my veins they are sprained cause my heart is cool for you I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have you once again I've lost my weakness hello大家现在是晚上的11点52 然后我现在准备 诶没有灯了 我现在准备去洗个澡 然后就睡觉啦 我家猫刚才一阵疯狂的跑过去了 好啦我现在要准备洗澡咯 洗了就可以睡觉了 今天终于结束了 我昨天没有睡太好 所以今天就一直有点想睡觉 然后困困的 那今天呢还是过得非常的充实 又做了指甲 然后又学习了 感觉今天时间非常的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拜拜 今天中午做什么 这材料你们猜得出来要做什么 部队锅的感觉吧 我刚刚吃完饭 然后现在又要准备 其实我吃完饭已经差不多有一个多样式了 好吧也不是刚刚吃完 但是呢因为我吃完饭实在是太困了 所以我就玩了一会儿 我感觉我每次吃完饭就特别特别困 他们说是因为那个什么胃里面在供血 然后消化 所以你脑子里就会供血不足 所以你会感觉很困 喝一个旺仔牛奶 清醒一下 我做完运动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有时候在家里如果说待太久的话 脑子都会晕晕的嘛 然后这个时候你做一些运动 然后吹一点汗的话 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然后就感觉有那个毒素给蒸发出来了 我每次就是有时候感觉在家待久了 然后头有点晕的话 我就会赶快就是运动一下 然后出一点汗 我刚刚洗完澡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 我现在在刷B站 为什么呢 因为新一期的Happy Together 就要出来了 然后这一期是天空之城的演员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看 然后今天一直都在刷 可能现在这么多还没有赶出来吧 很多人吃饭都会看电视剧啊 看综艺什么的 然后如果你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特别想看的东西 然后你就一直把它留在吃饭的时候看 然后刚好吃饭的时候又可以看了 然后那个时候满足感就会加倍 又可以吃饭 又可以看好看的剧 就满足感就会加倍 我吃完饭了 你们看到我坐在这样椅子上 就知道我又要开始学习了吧 我今天还看了我朋友新的Vlog 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我那个朋友 就住在我楼上的那个朋友 然后呢 他新的一期Vlog里面 我跟他一起看了他最爱的歌手 Demi Rice的演唱会 就在Boston 那样娜娜也跟他一起上去合奏 就我以前在美国 我看过魔力红的演唱会是那种 pop singer嘛 然后就是整个场子很high 大家都要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唱歌那种感觉就很high 然后那种小众歌手呢 感觉就会更加的随性一些 但是也是挺有味道的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看到Oya Nana上去拉大提琴 我就会觉得 灰影门乐器真的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哎就有一点后悔当年没有把小提琴给坚持下去 好了我要学习了 拜拜 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学康康的朋友也要想考CPA 然后再用Backer这个软件的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买这个软件吧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美国人这种教课的这种软件 他们里面的人说话就很搞笑 不像中国那种就是教课的软件 就比如说它是那种老是真人给你讲课的那种软件 就是直接讲课啊 就这个就Backer很搞笑 就是Backer里面的这两个讲师嘛 他们就每次在一张讲之前 他们就会有个intro video 或者说怎么样 他们就会谈一些什么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exciting的一些想法呀 还有什么的 然后刚才我新看的这一张 那讲师就是说 我今天本来不该在这里的 因为我的那个同事本来也给你们讲这一张 但是他因为他现在在医院里面 因为他去那个Backer的concert 好像什么受伤了什么的 就感觉很搞笑 然后我觉得就他们这种style 就比较轻松一点 就不会说你听他讲 就会觉得啊我在上课 我在上课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啦 现在我马上要出门了 今天起来的有点晚 所以我现在简单的化个妆 然后我就出门了 今天外面超级冷 可能体感又零下 二十度左右吧 不得不穿两条裤子 一定要戴帽子 不然驼鬼被吹傻 好了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 我现在回家了 然后刚刚跟朋友吃了个饭 简单吃了个饭 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去 我朋友他见过生嘛 然后我们就下午去唱会儿歌 然后晚上吃个饭这样 然后现在我就拎着给他的礼物 我的礼物呢 HAPPY BIRTHDAY 那我就走了 我今天没有怎么化妆 因为早上起来就是随便化了一下 然后我先涂了口红这样 那我走了 对呀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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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 当花枣树木全部凋散 我是不能和你分散 不能和你分散 一人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 让我们红尘作伴 我的笑笑散散 曾我们的共享人世繁华 当初心中心 红红烈烈把我星辰变化 哈喽大家我忘记做ending了 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 这支视频我有加字幕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加字幕 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观看体验吧 然后今天其实是一个星期天 明天要在纽约签证 所以我今天会去纽约住一晚上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